近日吴启龙刘诗诗一同出席国剧圣典却分开走红毯一世引发一阵热议 但二人拆队的行为难掩彼此的恩爱甜蜜 现场亲密小举动不断 连与刘诗诗一同走红毯的胡歌也心生度异 现场自爆没追到诗诗向吴启龙叫板 作为一年一度的电视剧盛宴 安徽卫视2014国剧圣典的录制现场聚集了百位明星 导演特意安排了仙三主演胡歌刘诗诗霍建华三位同台 当两位认识刘诗诗在先 且都与其在戏中有过感情戏的男神同时出现在诗诗身边 面对台下的吴启龙胡歌抢仙叫板 在多年前我们因为这部戏走到一起 但多年后在生活中我和华歌都没有和诗诗走到一起 但是能够站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幸福 此语一出顿饮全场爆笑 此后胡歌继续调侃称 现在只能和霍建华在一起了 暗示自己没追到刘诗诗